新城海滩遭掏空 先云邱光明直询 呼吁要赶快来处理 另一位傅昆琪也召集了 中央和地方单位来会刊 沿商解决周边海滩遭掏空的问题 初步结论 预计苏花岸开工之后 开凿隧道土石坊 大约会有494.7万立方公尺 除了大部分会用沿途陆体等地 公路总局也同意 要调整剩余土石坊 以填补掏空海岸养护工程 前云邱光明表示 现场海滩受浪潮清洗掏空之严重 尤其去年国中下方后方海滩段 更加严重 与其有效组合海滩掏空的现象 初华岸工程开花图石 若能够争取到回舔掏空海滩 亦能够巩固提案 由于复关期并且召集水利署 第九河山局 公路总局 初华改工程处等单位现场会刊 沿商解决新城海岸海滩 以周边海滩遭掏空的问题 并拟以公路总局四座 苏华岸以及相关工程 甚至土方填补受海浪侵卸的海滩 他希望水利署能够针对侵蚀海岸 以消波块防御保护海岸 无论是景观型消波块或是传统型消波块 也要纳入考量现有每例海岸的景观 并对互探养探等议题提出新的方案 希望这个水利署针对这一段的侵蚀海岸的问题 我们消波块如何来防御这个侵蚀的问题 能够尽快给我们提出一个新的方案出来 包括这个景观型的这个消波块 因为并且是一个观光的海岸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凸体养滩的部分 刚刚副局长也有提到 在南北宾那里有做的 那个就是我当时在立法院的时候要求做的 现在没有中央跟地方的问题 因为海岸线 海岸线绝对是要中央来协助地方 来把这个所有的这些工作把它做好 包括安全包括景观以及我们国土保佑等等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请这个 就凸体的设置的部分 也请这个我们水利署 能够提一些初步的一些看法跟建议出来 让这个美丽的海滩 你们看到真的是很美景 这么漂亮的一个海滩 一个海洋 我们怎么样把它保存下来 怎么样把它保存下来 我想这个整体的部分 暂时我们先做这样一个初步的结论 那至于这个 后面的那个摆设的方式 确实有不一样 有的是堆叠成本的堆叠成本 堆叠成本 当然早期是直接就平放 然后海岸会打得 这个形状会有各异 但是你们确实在整治这一段的时候 工法确实有不同 所以这个部分 固然是早期做的 我们现在怎么解决问题 工农总统表示 初步塑化岸隧道开查工程出 土石方大约达494.1L公尺 大部分用于从德湖区 从德陆体和任陆体等段 若仍有剩余同意配合地方的需求 所获美丽的海岸以及海洋天际线 初安针对东澳到南澳 和平到河中和人到从德 三个路段规划 工农总局正办还品 并且办理建设计划年龄以及设计